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单约是大量 今天单约是微量发生 原本默默无闻的单卡突然水涨船高 好多人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都会在这个单约里面说明 今天要介绍的是 巴内特博士 是的 上次微量发生里 买的伏笔就是这张巴内特博士 同样是少数因为信弹卡片 而受到关注的支援者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觉得天线影片做得很辛苦 想要抖内的 也可以超级感谢 或加入会员支持 巴内特博士 支援者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任意最多两张卡 将其丢弃 并且重启牌库 巴内特博士首次登场在 特别卡组VUnion中 算是当时VUnion的专务 让VUnion能够快速绿到气牌区 进而在中期就满足登场条件 近期风情的阿尔座斯超梦 这张卡的位置 却被冒险家的发现取代 比起送两张到气牌区 三张V 可以是两张VUnion 加一张阿尔座斯VSTAR 进而去开VSTAR力量 拿取所需的资源 可说是两个系统的完美结合 既然巴内特博士在VUnion中被取代了 那被受关注的原因又是哪些呢 1.石祖大鸟 石祖大鸟虽然是二阶进化的化石宝可梦 但有了洛奇亚VSTAR力量 就能直接将气牌区的两张石祖大鸟放置于备战区 因由巴内特博士能准确的将石祖大鸟送入气牌区 进而开始填能进攻 也由于石祖大鸟是非V宝可梦 因此无法配合冒险家的发现 2.雷吉多拉克VSTAR 雷吉多拉克VSTAR能学习气牌区龙宝可梦的招式 巴内特博士这次任务则是将龙宝可梦送入气牌区 虽然冒险家的发现 也能拿取西翠林美龙或其他滴纳这类VSTAR 不过与这次一同发售的快龙就无法 快龙的招式有着类似阿尔座斯的能力 在输出的同时也能从排库填能 如果着重在第一拳打快龙的话可以尝试 3.只收入在特别卡组VUnion或绝情亚洲中 巴内特博士普卡只收入在特别卡组 虽然日后有复刻在绝寻亚洲中 不过只有出SR的高版本 普卡则无法在卡包抽到 让巴内特博士的数量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日本是在十组大鸟及雷吉多拉克VSTAR的新卡情报 先后受到两次关注 除了SR翻倍以外 普卡也有许多人注意 而上周五日本思维机弹发售后 似乎还没有构筑投入巴内特博士的影响 就看训练家们觉得未来是否机会咯 好啦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掰